混老爹 趕電玩 大家好 嗨 各位觀眾 老爹這次 對決賽 竟然已亨敗北啦 沒問題 老爹一直都在關注我的競技場喔 沒有很認真研究老爹的這個 對決賽喔 好 我們先來看怎麼輸的 等一下老爹要把速度調整好 藝術 紅紋女 紫蘭花 惡術 對面的波羅麵包 640萬 他的波羅麵包是不是變弱了 怎麼踢不掉我的豪傑啊 哈哈 好嘞 大眼鏡三速 應該是要三速的 獨角線會比較好一點喔 沒毛病 等一下老爹來大改造啦 我怎麼可能輸啊 我可是有超強的 紅紋女啊 好 我們再來 快 對面的紅紋女 200萬 老爹的紅紋女 370萬 對面的波羅麵包 1100萬 沒毛病 他的紅紋女也蠻強的喔 好 這邊的紅紋女有390萬 靠押我的紅紋女 靠押我的紅紋女 好 紅紋女依舊健在 沒毛病 現在來到6打4了 他的這個 他的5個頭啊 好煩啊 放5個頭好像不錯耶 蛤 那我也想要放5個頭耶 沒問題 這樣會被踢到耶 靠腰 好 老爹已經知道應對的方法了 因為波羅麵包完全是為了怪人組合配對的 這個速度上老爹已經吃虧啦 不過沒關係 來 紅紋女 軌跡徽章現在到滿 好 然後 獨角線的速度稍微拉高一點點 理論上如果我要打怪人組的話 應該是要提高火鳥的速度喔 可是 我的火鳥要拿來打技技強的 要拿來打炭吃狼的 所以沒辦法不能兩邊都顧到喔 大眼睛速度 大眼睛速度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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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角線463 靠腰 身心卡不足 好 好 對不對 那麼老爹的這個 豪華的裝備喔 我要改回攻擊力啦 看能不能帶走對面的紅紋女喔 我沒有暴 哎呦 暴擊傷害 攻擊攻擊趴 攻擊速度 好 沒問題 因為老爹的豪華已經把不打算拿來打競技場啦 我要拿來打怪人組喔 其實老爹 老爹一下 好 老爹觀眾 老爹去調整好啦 來 二數的 豪華 差兩張等一下 兩張一下下就好啦 一張 再一張 好 沒問題 那麼小菜 老爹的豪華又轉回攻擊力啦 沒問題 二數豪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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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數主角先 好來 電風機器場 我們來找我們的 波羅麵包報仇喔 看來不要放石人花 看來不要放石人花好啦 因為石人花 會搶速度喔 我們要出招的角色太多啦 好 啊不對 不行是這樣 靠腰 應該就是這樣子放 老爹還是想用天空王哦 用天空王應該好一點 独角先擋在前面 好啊 就是這樣子啦 來 挑戰第二名的 坦吃郎 來啊 少爹的紅昏女589萬 直接帶走對面的豪傑 豪傑權1000萬 少爹的豪傑又恢復攻擊力啦 沒辦法 剩下老爹真是表現太差啦 哇 生氣啦 生氣氣啦 來 紅昏女2... 紅昏女290萬 沒毛病 吃郎是吧 我競技場跟怪人組我都顧到啦 好來 Round 2 烙地的紅昏女死亡80萬 我的紅昏女被帶走啦 討厭啦 烙地的紅昏女 is there 這個位置剛好被他打到喔 可是紅昏女如果放前排啊 會被這個菠蘿麵包踢到欸 好 沒關係 我們再來 打得不痛不癢啊 老爹獨角先撐得住啊 好 第三回合 豪傑直接帶走吧 不是啊 我叫你帶走他啦 靠腰 好啦 各位觀眾 陣型上我們再調整一下喔 好 這樣子就贏定啦 先贏了再定啦 這樣怎麼輸啊 次は頭を取ってあげる 次は頭を取ってあげる 剛剛老爹的紅昏女是因為 被對面的紅昏女直接秒掉喔 這樣子就贏定啦 不過今天 老爹的對手不是炭次郎喔 我是要來挑戰 我們的 菠蘿麵包的啊 來 沒問題 好 加油啊 對拍手 好啦 不管啦 就這樣啦 他的菠蘿麵包 instead 怎麼樣啊 沒老命啊 來 你輸定啊 你輸定啊 奧萊 那奧隊的紅紋女就是這麼強 他沒有帶走我的天空王耶 他 你帶不走我的天空王耶 對面的紅紋女 Is that 六打四啦 我的問題 你怎麼跟我鬥 奧萊 你的五個頭很強喔 很強喔 剩一點點啊 你再強啊 奧萊 六個打四個 沒毛病 這樣老街的怪人組也顧到了喔 當初為了打這個競技場喔 所以速度沒有去注意到啊 我是在調整回來啦 沒毛病 我的天空王還在耶 我的天空王還在耶 我的天空王 我的天空王帶走他的五個頭啊 我第一次看到天空王把人家打倒啊 天空王活下來啦 完美啊 我六隻都活著啊 波羅麵包是吧 我perfect啊 好啦 各位觀眾 老天的怪人組 又復仇啦 那麼今天這部影片就到這邊 perfect文 就是這麼 強悍喔 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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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lle 拜拜